很多新的模特兒 我今天來到了信義區的 新芭式麻辣火鍋店 聽說她網路的評價其實蠻兩極的 我想來吃吃看 那我們就先進去囉 還有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這邊現在是現金消費是$599 那刷卡比較貴是$619 那他們是說現在的這個活動好像會延到2到3月 不確定 那如果說有來的話可以先打電話問問看囉 上菜囉 剛剛點了它的1855的牛還有豬 來下鍋先來吃個豬 我點的是一個麻辣鍋還有一個白湯養生鍋 他們店員是說這個是招牌啊 那我就點點看囉 白泡泡又咪咪的豬肉 它白湯好有味道 有那種藥膳的味道 再來是它的這個雞肉 它水酥糠雞所以是很嫩的意思嗎 來煮煮看 它這個麻辣鍋的話還有這個鴨血 還有豆腐 看起來很夠味 還有它的這個牛肉 我就給它全部下去囉 它加點綠綠的才好吃 機器人來了 機器人 機器人來了 哇好可愛喔 欸不是我們這邊 好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它自助bar 它還有這個啤酒 599有啤酒 應該還不錯吧 然後這邊有熱開水 還有咖啡機 再來有這個烏梅汁跟冬瓜檸檬 旁邊還有奶茶 跟無糖綠茶 再來這邊是醬料區 醬料區 醬料可以讓你加 旁邊還有雞蛋 還有雞蛋 再來這邊是這個是什麼呢 雞米花嗎 對 小小塊的雞米花 還有 下面還有雞蛋跟麵 我們先來杯無糖綠茶 然後再來拿一些醬料 我們就回去囉 好啦 來吃一下剛剛點的這個是 花枝 欸機器人又來了 機器人 哇 又是隔壁桌 好吧 我跟機器人無緣 來放一下花枝 看看它的花枝 欸它花枝很厚欸 你看到 跟板條一樣厚了 還有它的牛板件 下去囉下去囉 帥 好囉 板件牛 然後還有它的草蝦 它草蝦看起來還蠻新鮮的 而且還算大隻喔 然後還有 豆皮跟這個 黑木耳 豆皮看起來也不錯吃欸 感覺 感覺啦 感覺好像還OK 然後來介紹一下它的 點餐方式 它是用這個 欸等一下 我的機器貓嗎 機器貓來了 機器貓 喔 它在送餐了 它在送餐了 然後剛剛還沒說完 這個 它是用手機點餐的 它有一個QR Code給你掃 那它的肉類勒 有這個 無肉不歡 1855 板件 還有安格斯黑毛 梅花牛 還有豬上肩 梅花豬跟 五花豬 它牛的話就只有兩種 牛兩種 然後豬有123 三種 那還有一個雞 酥康雞 還有一個牛肝 它牛肉大概就這幾種 不多 梅花跟那個什麼豬的 我有幫你點魚份 欸來了來了 我的貓 喔不是 順便再介紹一下 它這邊 點餐咧 直接點加入 然後送出 送出就可以了 那用餐時間是110分鐘 所以時間不多 我要趕快吃喔 喔我的機器 好我們來吃一下它這個 大的花枝 哇賽這真的很大 這不是我在講 看一下鍋裡還有什麼 豆皮 喔來吃花枝啦 它花枝好像沒有切好了 整隻 兩坨連在一起 喔花枝 有新鮮 我們的雞七貓來了 雞七貓 它有講話 可是我聽不清楚它講什麼 好了 然後現在讓雞七貓回家 就按這個完成 喔 掰掰 慢走 然後吃下去 吃光光 我覺得它白湯蠻好的 蠻好的 我覺得不太需要沾什麼 調味醬 很少有鴨腸 麻辣鍋鴨腸 好好切切的 剛剛點了一大堆蝦子 唉唷 剛剛點了一大堆蝦子 唉唷 它蝦子 蠻好吃的耶 很新鮮喔 那其實如果 599 雖然肉沒有到很多 也沒有說很高級的肉 所以我覺得OK啊 因為我是喜歡吃瘦肉 所以我覺得這個肉OK 這肉OK 嗯 對 不好囉 你看它的這個蝦 吃下去很Q彈喔 有牛肉 還有 鴨腸 還有 豬肉 這個龍蝦丸 你看它這個 已經爆漿囉 哇 把它的蝦子吃下去啊 嗯 嗯 要介紹一下它的這個 酥糠雞 剛好像沒有介紹到 嗯 它雞其實蠻嫩的 嗯 感覺是雞胸肉的部位 可是煮起來 可是煮起來 蠻嫩的 沒有很柴 將將 這是炒蝦喔 還有一個牛肝 等到現在都沒吃 來吃吃看啊 它有點像一片一片的 來吃一下它的牛肝 剛剛煮起來 一片一片的 看不出來是牛肝 很像肉 吃起來其實有點像肉 有點像豬血糕 有點像豬肝的切片 豬肝 對 豬肝 好 我們來剝蝦吧 這邊大概快 二四六八 應該二十幾隻吧 剝完一盤了 還有第二盤 第二盤剝完了 二十幾隻蝦蝦 開吃 好 各位 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這邊的 雙麒麟 那它是芝麻口味 還有 哈根達斯 這是什麼冰淇淋 卡比索 俄羅斯冰淇淋 那再過來就是這個 我來這一家的目的 草莓季 來拿一點回去吃吃看 還拿了一個蘋果西達 這隻貓居然在給我睡覺啊 你在睡覺吃腸 唉唷 嚇我一跳 它醒了 它醒了 趕快走 再來吃一下它的草莓 它草莓很可愛 小小顆的 這多小顆呢 稍等一下 好了 各位 來看一下我們的草莓 大概介於 大概十元的大小 就不是很大 來吃吃看 它這個草莓好不好吃 說不定它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對不對 草莓的味道 可是咧 有點偏酸耶 你加一點果糖會比較好吃 快點快點 它有說時間快到了 它有說時間快到了 它不讓我這樣拍了 好完成 拜拜 它自動會避開我耶 這麼厲害的嗎 走囉 走囉 它又要走囉 太忙耶 認真工作的機器人 來 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是 豆皮做的紙 大概這樣子一張紙 感覺好像可以寫字耶 要直接丟下去煮嗎 對 老闆說煮一秒 叫來送豆皮紙 吃 吃起來有點像 凍豆腐 也是蠻特別的體驗啦 結果因為蝦子很好吃 所以又再點了一輪 應該不是一輪了啦 不知道幾輪 它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看一下 比較特別的蝦 這隻特別紅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奶茶好好喝喔 是我喜歡的那種 要不是又再減肥喔 不然我應該喝好幾杯了 照以前的我 蝦子等一下吃完之後 就去拿芝麻霜淇淋 然後學妹剛剛說這個草莓是她喜歡的 我吃起來是有點偏 偏酸 那學妹說因為它至少沒有爛爛的 每顆摸起來都很紮實 所以她蠻喜歡 很緊實 很緊實 所以草莓就因人而異囉 好 再追加6隻蝦子 再追加6隻蝦子 快吃 快吃 啊 go 好啦我們來吃這個芝麻霜淇淋 欸 唉唷 唉唷 速度也太快了 很稀的 唉唷 好啦各位 剛剛其實已經吃飽了 她也去拿了雙麒麟了 我有看到這個可樂餅 想說來試一下味道 擦司裡面是什麼勒 喔 這好像是 什麼這地瓜嗎 不知道怎麼講 咖哩味很重 這是咖哩可樂裏 裡面綿綿的 接下來是剛剛弄的芝麻霜淇淋 芝麻霜淇淋有點水水 我操作的問題 它芝麻的味道很重耶 沒有到很綿密 就是 水水的 所以口感上面又 差了一點 有點介於冰沙跟霜淇淋之間 好啦吃完啦 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它這邊的價位 平日跟假日是599 那這個是他們現在 星巴士的活動 聽說會到 活動到2月或3月 這我不敢保證 店員說有可能 那我現在來的話 是還有這個活動 你們如果來的話 可以先 打電話詢問 或者是去它的FB 那個官網 做個詢問 你們再來定位會比較好 那它這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肉類不多 可是還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這個鍋底 也調得還不錯 那特色就是 他們這個有 機器人送餐 就還蠻可愛的 會來幫你送餐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這個草莓季 來這邊有那個草莓 那草莓不大 就小小顆的 我剛剛有給你看 大概十元大小 今天就到這邊囉 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再見 掰掰